包括市議員莊景田以及韓世玉 每個人都拿著一本 祖恩兒童之家出版的 2023年愛心桌麗 呼籲社會各界一起發揮愛心認購 協助祖恩兒童之家 籌措照顧孩子們的經費 這是被孩子們暱稱為 江奶奶的善心人士江美妮 特地發起購買祖恩之家桌麗 幫助弱勢兒哨的活動 桌麗太多 沒辦法送那麼多人這樣子 然後存捐款 那不管是存捐款還是桌麗 不管你是訂購一本兩本 或者說捐幾萬 我們都非常非常感恩 其實社會也有照顧網 那照顧網這個區塊的話 其實也不能落下 那所以說剛剛有講到說 像我們可能本來基隆市的話 是在我們可能中學以上 但是現在中小學也有 但是相關的資源的話 還是要靠我們 各位在座的各位 我們會長 各位審敗 那大家一同的支持 以及努力呢 才會讓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以及我們社會的照顧網 更加的健全 這個環境跟人家比較不一樣 最重要的要感謝 我們的執行長和主任 你們這些弟兄姊妹 長期在這裡的付出 讓我們能夠溫馨的成長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社會的 我們這些善心人士 取自於社會 用自於社會 讓後面的這個後面 我獲獲自由 會在基隆市信義區 深奧坑路的主恩兒童之家 是由財團法人 紀志文盛道基金會成立 專門收容安置基隆 或是新北市政府 轉介來受虐或受暴 接受保護 6到18歲之間的 弱勢安置兒少 對於來自市議員 街頭藝人 殯葬業者 以及獅子會會員 和江信中青會等 各界善心人士的幫忙 執行長徐華強牧師 由衷感謝 出去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說 還有家家的孩子 對這個社會是你們貢獻 再一次謝謝大家 這次的活動 總共募集到 將近8萬元的善款 目前主恩兒童之家 總共有包括 國小 國中和高中 29名安置兒少 歡迎社會各界 一起來關心幫忙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